等一下他們會用專業的機器 然後看看我的頭皮到底有沒有包得好呢 我覺得蠻好的耶 我頭皮是乾淨的嗎 拜託是說乾淨的 看起來是 大家現在也不明說 會一直使用3C產品 像企鵝的錢呢 就很精彩 但要滾下去 都會有很多顆粒 你們一定要好好支持他 按訂閱不用錢啦 嗨 大家好 我是企鵝 今天我們所在位置在台中市的西屯區 好 今天我要來挑戰 來體驗一下 當一隻貴婦的行者 到底貴婦都在幹嘛呢 小蜜大家看到的第一印象 一定都是 臉跟頭髮吧 然後我今天就來 保養我的頭髮 然後是 死皮髮廊 開幕啦 這是他們店開幕的第一天 在你身後就是今天的 老闆 老闆是誰 歡迎來到我的店 我叫瑞 那我們帶你去看一下 好 天啊 也太美了吧 你說今天要帶我們做什麼療程 頭皮護理療程 頭皮護理 對 貴婦都會做頭皮的護理 對 首先呢 我要換一個客跑 阿 換客跑 這間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來這個地方 我們常常做頭皮護理的 天啊 貴婦都這樣嗎 因為怕被人家把是不是這樣 比較隱蔽 所以我們都要做 包廂的概念 來護理頭髮之前 你看我現在今天就是 完全是一個素顏的狀態 我發現我包廂真的是一個 非常高級的享受 你看我現在完全是阿安靜靜的 沒有任何人在旁邊 阻擾我們拍攝 身體完全放鬆 讓頭皮好好地做好 很酷裡的動作 而且今天這集最有趣的地方是 等一下他們會用專業的機器 然後看看我的頭皮到底 有沒有包得好呢 讓你們知道我頭皮到底 平常是怎麼樣子 好可怕喔 嗨 嗨 嗨 要介紹一下Summer 你叫《Summer》 《For hair?"是什麼意思 《For hair》是什麼意思 這是佳這名字 叫食品 結合起來就是一個 破姿 我們的理念就是希望 大家夠破 沒有啦 耶 它是很奇怪的兩個字 那也是在影韻我們打破很多 突破很多 你可能前所會又不敢想試的 每一個頭髮都像皮膚一樣 就是值得被呵護 他們好厲害喔 我根本沒有想這麼多 想說破就是一個很棒的詞啊 有點不知道他有這麼多打破的意思耶 我想問一下你每天洗髮嗎 每天洗 而且都洗兩次 對 第一次會把髮蠟全部洗掉 然後第二次來認真洗頭皮等等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是用什麼樣的洗髮 第一個一定是用開架式的比較便宜的 只是簡單清理而已 第二個是用Avanda的 那你知道你洗髮精的興趣嗎 會控油 還是保濕 還是 好像是控油耶 每天都用控油 然後換季也不換洗髮精 不會 因為男生就是藍 就是比較清頭這樣 對 就是比較簡單 那只是用你一般的手而已 沒有任何東西喔 對 我現在是在塑疹 頭皮檢測儀 哇 給大家看對不對 可怕 耶 大家可以看你的手吃嗎 我覺得蠻好的耶 我頭皮是乾淨的嗎 拜託食物 乾淨整 看起來是乾淨的 但是它很缺水 因為剛剛有提到你一天洗兩次 同個時段洗兩次 同個時段洗兩次 OK 但是你洗完有在做保濕嗎 保濕是什麼意思 像洗完臉都要擦薄皮 可是很多人喜歡頭皮 就不會理它 但它每天是同一塊 因為頭皮也是需要化妝水的 它需要頭皮水 保濕補水 因為像現在頭皮看起來就是 過度清潔 就是有一點缺水的感覺 是潤絲巾嗎 不是 毛髮跟頭皮建議要分開保養 好 這個 圈圈 不太油脂 很常講的老肺角質 不會很多嗎 其實也還好耶 但是你看起來是油水食很嚴重的 很多人會有這個毛病 我們看洗完臉都會上紅瓶 可是洗完後面就不會 喔 但你每天洗得很乾淨 但是你沒做保濕 頭皮的話最多什麼效果 其實跟不一樣 可以直接講說禿頭 但是你就算髮量很多 不代表你頭皮健康 有些人跟一樣 泛紅 一個人來你諮詢的時候 發現他頭皮都是紅的 抓了很多傷控 然後他髮量還是很多 但他不覺得需要保養頭 髮量都不代表不需要保養 都很多保 毛囊也就是很像痘痘 但是卻擠不出來 容易搔癢啊 頭皮穴啊 對 有時候會越抓越癢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每天出油 然後就要洗得很乾淨 冷控油這樣 但是忘了他是缺水 哦 我就是缺水的那個 療程的第一道 絕雅的修復頭膜 這第二道 好 應該有看過這個牌 可以驗太嗎 也沒有驗太啦 因為這個我們也不販售 那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叫NZTA 就是搶肩膀腩 對 還有甘草 硝煙 頂部永遠是最脆弱的 你只外線 附晒也是最長的時間 對 還有我們洗髮的時候 熱水打的底下 永遠都是偏燙著 哦 對 所以我們會先幫你後腹 因為你頂部也都泛紅嘛 只是因為自己都看不到 人永遠只會看到 哦 自己臉脫皮 半紅 痘痘 因為你也是最直接的 對 再還是頭髮 都會提上仿生與自治 對啊 你開始掉頭髮的時候 就完蛋了 是已經太慢了 對 就像等到我們覺得自己健康 才去健身 實行一下 嗯 不要叫好幫我補皮 保養就是 其實善待自己愛自己也 不是一件壞事 然後你要記得 你一定有用指甲刷 真的嗎 你有小傷口 但是很多人不會知道自己用指甲刷 我有時候都會這樣子刷 應該是 睡覺的時候 抓的 對 然後不是洗頭的時候 對 不是自覺 所以會有小傷口 然後你記得你的洗髮水會比較太高 但像有些人會 一貫洗髮精又用到底 對啊不是嗎 我會建議你在換季的時候啊 天氣變化大 是台灣的氣候其實很常不穩定 對一下很熱 一下很熱 建議不要啊 就是換季就應該換商品了 對 跟好你一樣 那這個需要停13分 大家可以直接來修習 閉眼睛 可以可以可以 閉目養身 大家現在也不免說 會一直地使用3C產品 像企鵝的前額就很精采 這樣滾下去 都有一個顆粒 啊 對 你們一定要好好支持他 他壓力才大 今天都是氣節唷 有了你們前面沒氣節嗎 我們相信 真的有耶 剛剛有 也是也有個人 密比比較好的 哦 比較美 135住在Salon 246住在辦公室 太舒服完全不想錄影 停完13分鐘之後 我們按摩2分鐘完結束了 我們要去上第二道 甘草刺算淨化液 它裡面有檸檬酸還有甘草 甘草就是消炎 酥餅 就是適合這種敏感性頭皮 他們一開始第一道檢測 就是為了針對你的頭皮 做各種各式各樣的一個 選擇 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沒來過 就記得可以來做一次 至少知道自己 平常用的洗髮精湿是對的 有沒有適合你的頭髮這樣 像我今天就知道我頭髮很缺水 頭皮很缺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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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頭髮跟頭皮不一樣 有點過度清潔了 如果說你已經洗完 用控油洗髮精 至少要有一個保濕的水 所以可以不用花洗髮精 只要加頭皮水 不會覺得多一道保養 OK 那我們到處去 要洗髮 有沒有人說你們的工作就像 頭皮的醫生 可以這麼說 對 很厲害喔 就是要判斷 不得不稱讚 但其實你現在問題好像沒有那麼大 但如果那種問題大的人 他們就是會需要長期的關卡 就是每一次都要記得 他上一次頭皮是怎麼回事 什麼樣子 所以你們會幫他記錄嗎 會耶 因為就是照片要留起來啊 把他確認自己 發現他是怎麼回事 但是提早發現問題是其實好事 真的 不然到時候真的禿頭 真的是沒辦法 還沒在救啊 因為他洗頭都真的是太好了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一集是洗頭的 洗頭的一個影片 就是我去各家洗頭 就是你應該算參加裡面 也是屬立學位的 因為其實有兩家 就是知道就是 喔這是在敷衍你的感覺 不行 用每一個指數的力道 對 而且他們會就是 這樣子的 拉上去 你現在還在錄了嗎 還沒辦法 一直在錄啊 我還要問你說哪一家 不亂撿 沒有啦 還是看AFT的頭皮 就是完全沒有阻塞 已經沒有一圈一圈的了 建議一個月要做一次 建議啦 建議一個月做一次 建議一個月 去腳趾 對 因為腳趾在一起做一次 28天 這樣也好啊 一個月來這邊享受一次 很幸福 全世界最該善待自己的 對 都知道自己 而且不得不輸 他們真的很多細節等等 都是很厲害的 不是什麼 隨便一個石頭小妹就可以 承回的耶 需要日積月累的經驗耶 就算是 設計師需要很灰心 是因為 其實洗髮 是我們最常接觸客人的 第一道說明 對 很重要 很重要 今天幫記者使用的也是 ROMING的頭皮水 它其實就是 針對敏感性頭皮 對啊 這個有賣嗎 這個有賣 這個有賣 我先關掉 有啊 那些都是吹頭髮 吹乾 吹吹乾 沒有 因為吹吹乾不好 所以我都吹個 九分乾 所以建議一樣吹吹乾乾 喔真的喔 有辦法過乾嗎 因為像你頭髮比較短的海 千萬不要包毛巾 很多長頭髮的女生 會覺得包毛巾完 會覺得 比較好吸水 比較好吹乾 喔 但是記得第一時間 讓頭皮先吹乾 千萬不要讓頭皮 悶著或是吹 喔不要悶著 可以擦乾再吹 它就完成了嗎 今天療程了 天啊 我剛剛張開眼睛喔 面對事情 回去的保養也很重要 而且真的摸起來不一樣 變得更冒密的服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是用了神仙垂溪髮嗎 而且感受到每一根髮濕 對 某如破茧重生 真的耶 好厲害喔 怎麼畫 好 如果大家如果對頭皮 檢測有興趣的話 記得來十筆髮廊 然後他們會幫你做 全方位的一個 頭皮的照顧 然後還讓你舒舒服服的 享受這個 體驗療程 好來謝謝三個 今天的服務 非常的到位 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喜歡喔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看 掰掰 記得給那些常常在洗頭頭髮 然後還有一些女性朋友 還有男生 男生裡面的妝髮一定要來用喔 掰掰 掰掰 拜拜 感谢观看